三名高中女生 她们在放学时间 从南投的一所国小旁边经过时 突然一下被后方尾随的 年轻男子熊抱 吓得女学生精神尖叫 好不容易才挣脱 她们立刻前往派出所报案 原警也根据监视器的画面 要来追捕这名男子 加强附近的巡逻 一名年轻男子躲在角落 下课时间几名女高中生 背着书包经过 男子马上尾随在后方 趁着四驾无人 冲上去抱住女学生 吓得她们尖叫连连 马上逃跑 回到试霸现场是男投一所国小 学校替代一男表示 之前都没有看过这名男子 而遭到性骚扰的女高中生 也立刻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 由于这种性骚扰的案件 在这边是第一次发生 让附近的居民觉得非常害怕 警方目前在根据监视器画面 追查这名男子 并且加强附近的巡逻 就是不想要在学校附近 会出现任何的意外 记得陈家贵无理安男投报导